各位好,我是彭偉珊 今天港股整體走勢 基本上與外圍有一個叫做咸摺的情況 主要是美股上星期五的跌幅比較收窄了 令整個港股有低位抽升的情況 不過留意今天指數儘管升了352點 但全日波幅只有250多點 顯示著指數在今天高開後 始終無法進一步擴闊整體升幅 仍然是一個比較窄的波幅區運行 最主要是這個星期比較多的事已經發生 無論是螞蟻星期四上市 加上這個星期美國總統的競選 也會有一個塵埃落定 雖然現在大家在擔心中間會不會有很多變數 但我相信暫時看市場 沒有一個比較負面的情緒 都是顯示著大家在觀望為主 所以整個港股來說 在短期內波幅會繼續有一個收窄的情況 而且也會繼續看到保利加通道的上下波幅 一直在收窄著 理論上都會令到整個市場 跌下去的空間相對會比較有限 投資者暫時抱著觀望的態度 仍然可以繼續看好短期的科技 以及新經濟類別的股份 來自因應 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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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能夠 我們好 說不定 對 有